今天用紫薯制作颜料洗净去皮后切成厚厚的薄片 排队铺开放入蒸锅 盖上盖子定时25分钟后取出 转移至托盘进行脱水处理 裹干模式脱水烘干 再蹲手的小家伙看把它馋的 将蒸好的大块丢进搅拌机 一个鸡蛋少许酸奶 低速搅一搅 差不多成泥状即可将其崴出来 快进模具里 随便刮一刮平整 磕大磕大更紧实 封磨后戳几个小洞 放入蒸锅 定时29分钟后取出 用慕斯模具切出想要的大小 切取多余部分 6克吉利丁片冷水泡软后捞出 浇入热水使其化开 两块冰糖两勺蓝蝴蝶 待冰糖融化 蓝蝴蝶上色后慢慢的倒入模具中 制作期间紫薯片也烘干好了 丢进粉碎机粉碎 这样就得到了可食用的紫薯色粉了 用食品研磨除研磨多余粗颗粒 觉得不错给个小爱心支持一下吧 感谢 用这色粉给冷藏好的紫薯蛋糕装饰一下 脱模后我的低卡生日蛋糕就完成了 腮片柠檬香蜂草提个色 自己的生日是不是也可以很有仪式感呢 挖一勺 今晚就吃这个了 买到东方的玻璃 再煮一点 搅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